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再次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这次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的命令行工具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包括以下这八部分的内容 下面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 首先是Hop和Version命令 Hop和Version命令是Scribe的基本命令之一 它用于查看帮助信息 Version Service信息可以查看它的版本信息 如果加上-V参数 可以查看Scribe中各个组件的详细版本信息 这个信息对于提交bug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下面做一个具体的演示 Scribe-hop 看一下它会说出什么 在这里它首先列出了Scribe的一个版本 然后又列出了Scribe的基本使用方法 接着列出来它可用的指命令 然后再介绍Version ScribeVersion 看一下会输出什么 这个地方对我们有用的一个信息就是Scribe的一个版本 1.0.3 如果在Version的后面再加上-V 看看会出出什么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个信息更全面了一些 它列出了Scribe中各个组件的版本 首先是Scribe版本1.0.3 接着是LXML的版本 以及其他的一些组件的版本 同时还列出来了你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平台的信息 我在这里讲解的这些明明希望大家在课下自己都手动的去敲一遍 去理解一下 第二部分 Start Project 它的主要作用是新建一个工程 在上节课的事例中 我们已经充分的掩饰了Start Project创建工程的方法 毕竟Start Project的命令之后 它不单去创建了一个工程 而且给你相应的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目录结构 然后是GeneSpider 从它的字面意思理解 GeneSpider Gene就是Generator的一个前三个字母 Spider就是爬虫的意思 去产生一个爬虫 运行这个命令 它需要在一个Project中去运行这个命令 就像上次课讲的CD Tutorial 然后才是ScribeGeneSpider DMOZ GeneSpider它可以产生多个Spider 也就是说在一个工程中可以存在多个Spider 只需要它们的名字不同就可以 演示一下这个命令的使用方法 仍然使用上节课所使用的Tutorial 首先产生一个AAASpider所爬虫的网站 假如说叫AAA.COM 接着再产生一个Spider 叫BBB 咱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Tutorial工程中目前一共有几个Spider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存在了三个其中一个为上节课所创建的一个Spider 这是GeneSpider的一个用法 然后List List也提到 它是用来查看本工程中都有哪些Spider 比如说刚才这个工程 GeneSpider GeneSpider 我们现在列出来 它都有哪些Spider 如我们所预料的 它有三个 AAA.BBB和DMOVSpider 接着去看 View和Press命令 View这个命令 它是用来查看你所获得的这个原代码 在浏览器中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咱们上节课所爬取的一个UIL 在这里演示一下 它会在浏览器中打开你这个网页原代码 也就是这个页面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比如说当你再去爬取某一个页面信息的时候 你明明认为这个页面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些信息 比如这个Coupathon Programming 但是它实际的运行结果里面就是没有这个信息 你可以通过View这个命令去查看它的页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还有Press Press Press函数也需要在具体的工程中去使用 Press函数 从字面意思来说 也就是解析 后面加上的参数是一个UIL 也就是说 采用这个工程中所定义的Press函数 去解析这个UIL 具体执行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使用了咱们在工程中所定义的这个Pos Press函数 去解析 去解析这个UIL 然后并产生了结果 它把结果给打印到了评论上面 大家可以从这个评论上面可以看到 它所打印的结果 Link title dsc 这个核数可以用来判断 你写的这个Pos的逻辑是否上去 shell shell对我们在页面中获取具体的数据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名义 当执行shell函数之后 它会进入到Python的一个交付式环境中 而且它会产生一些选举变量 让你去方便的去调试你的X80路径 比如说 咱们要获取这个页面中书的数量 那就是说这个页面 这个地方有个22 下面要获取这个数字 在代码中写的时候 我想事先前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XPass 或者说一个过滤器 能得到22这个数字 首先执行shell 执行shell的话 它不需要一个具体的工程 执行完毕 现在已经进入交付式环境 它有一些全机变量 crawl,item,request,response,setting,spider 并有这三个方法 help,fetch,view 咱们产用的是response这个对象 首先看一下 使用火候浏览器看一下 它的一个XPass路径是什么样的 点击这个22右键 从filebug查看元素 然后再点击这个元素 点击右键 复制XPass路径 为了测试这个数据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抽取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元素的前后的标签 以及包括这个22本身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获得22 这两个数字本身呢 这个时候就用到了这个XPass 这个时候就用到response中的一个方法 叫re 也就是说正折过滤 用XPass所获得的 仍然具有re这个方法 所以咱们可以这样写 大家看一下 咱们现在已经获取到了22这个数字 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使用XPass 获得这个em标签的文本 然后接着使用正折过滤 里面的数字 斜杠D加 代表去匹配一个或更多的数字 接着看 runspider meaning runspider meaning 它是用来运行一个自包含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点py文件中 包含了你这个parch代码所有的逻辑 比如说这个文件 咱们曾经讲过的一个叫stackoverflowspider 咱们去运行一下 运行这个单独的文件 它仍然会产生你所想要的输出结果 在这个文件中 它是一个 大家细看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文件就相当于 咱们在工程中所编写的那个spider文件 这是runspider命令的用法 然后看bench bench bench的作用是去执行一个基准的测试 它比较一个常用的用法 就是说当你安装完script之后 你去执行bench这个命令 对你本机的一个数据parch的能力进行一个测试 如果你这个script没有安装好的话 它肯定会给你报一些错误 所要讲解的命令 常用的大概就这些 当然scriptip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指明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尝试的去探索 希望今天讲解的这些命令 你们在课下一定要亲手的去实践 然后去熟悉这些常用命令的用法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